歡迎收看前進戰略高地 我是主持人鄭義貞 邀請我們戰略高地的好朋友們 有沒有我們寶寶們也在現場的 一起來幫我們按讚應援 喜歡我們節目告訴你有一個免費 可以大力支持我們的方式 就是呢 第一幫我們按讚 第二呢幫我們把連結分享出去 再來還有第三點 幫我們把頻道訂閱起來 以上通通免費 您只要動動手指 小鈴鐺旁邊這個訂閱 點下去它打個勾勾 謝謝你 下次呢我們有新節目上片的時候呢 YouTube頻道會自動推播給你 通知您 你就不用在那邊 一直找不到我們最新的節目在哪裡了 目前我們的訂閱數已經來到 96.7萬了 希望我們在今年底之前 我們跟我們一起 衝高百萬訂閱 現在呢只要動動手指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 每週六的前進戰略高地呢 我們會在兩個頻道同步播出 除了中天24小時的主頻直播 還有我們中天的國際頻道 全球大視野的頻道 有沒有幫我們把頻道訂閱起來呢 歡迎我們粉絲 兩個節目頻道 都來幫我們按讚應援喔 也歡迎大家 支持我們前進戰略高地 每個月呢小額贊助 加入我們全球大視野的會員 每個月就一杯咖啡錢 你可以成為我們最強應援團 好 再來呢 今天的節目重點是 中國大陸的圍台軍演是結束了 但後來又設了一個近航區 那山東劍靠這麼近又是什麼樣意呢 另外呢巴西總統訪華跟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好像談得不錯喔 習近平還跟他一起閱兵 巴西等於不畏懼華府美國的壓力 堅持到中國去之外呢 還去造訪了華為 南美板塊鬆動了嗎 另外呢今天有個焦點喔 日本的首相又差一點被攻擊了 岸田文雄在街頭演說 說突然傳出爆炸巨響 明天就要G7了 日本的維安真的準備好了嗎 好 今天的重點很多 首先我們先邀請到 我們今天攝影棚有三位 軍事還有國際的專家來為我們解析 首先我們歡迎我們的 前立委也是國際時事專家 蔡政員 蔡委員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帥旺明張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前海軍艦長 黃振輝艦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的節目一開始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明天就要G7了 那今年呢 日本做東 算是東到主 結果沒想到呢 日本當地人也真是不給面子 在這個岸田文雄呢 街頭演說的時候 又發生了這個有人丟職 一開始大家以為是爆裂物 後來好像煙霧蒙蒙 有可能是煙霧彈的 一個這樣的物品 造成了現場非常的恐慌 那岸田文雄緊急撤離 因為距離安倍遭到刺殺 其實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所以呢 有關於元首為安的 這種突擊事件 大家都還心有餘悸 委員你怎麼看呢 接下來G7很多大人物都要來 這個日本的安全工作做的 似乎有點的落棋啊 因為就是今天早上10點半左右 有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到了河戈山縣的河戈山市 他有個第一選區的眾議員 要補選 他去那邊去探訪兼肇事 就搭了個演講台 岸田文雄啊這個 講話講到一半 突然間有人丟了一個 差不多15公分圓管狀的東西 就丟在他的演講台上面 然後一爆開了有很大的聲音 那同時呢有一個很大的煙霧啊 那所以媒體說 這可能是煙霧 但他是用 而且還是用什麼 在正前方 用那個拋物線的方式 丟上這個演講台了 那那個當時 丟得這麼準 沒有丟到本人啊 所以丟了演講台而已 所以當時的這個嫌犯 也馬上就被逮捕了 那只是說 這個日本的這個好像也未免太過鬆懈了一點 因為去年7月8號啊 這個他們另外一個前首相 這個安倍晉三 也就是在類似的街頭演講的場合 不過他是在奈良縣 的一個河大西市的一個 一個所謂捷運站的前面 那講一講的時候 突然間聽到槍響 結果他還轉過去看就被打中了 所以這個 所以日本的這些警備工作 似乎太過於鬆懈了 接下來這些 元首要到日本去 會不會也很緊張 你看這次丟煙霧彈 如果他真的是炸彈就爆了 那炸彈岸田文雄 就可能生命就危險了 對的確 所以呢接下來的G7 其實大家也非常的關注 因為呢今年還講到俄物戰爭 尤其是現在呢 有很多包含了歐洲的領袖 陸續的訪華 接下來南美洲 我們來看一下巴西這個板塊 我們說呢美國的 世界各地的這個地圖 是不是開始呢 他的後花園都鬆動了呢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 目前呢 在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呢 魯拉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現在呢應該是還在進行呢 持續的國式訪問進行當中 在昨天的會面呢 哇大家看到了這個氣氛呢 簡直就是中巴默契 再加上100分 習近平主席說 今年是中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 30週年 明年啊 中巴建交50週年了 他向魯拉表示說 中國現在在推動高質量高水準的 中國式現代化 就是你們巴西現在最需要的 你需要建設嗎 在經濟方面需要衝刺嗎 中國也推廣了這個一帶一路啊 告訴巴西說呢 中方願意跟你再來討論哦 你要不要加入我們一帶一路的行列呢 跟巴西再工業化的 戰略可以對接 另外呢 習近平還有一點 非常重要的是 他提到了中方堅定支持 拉美跟加勒比國家的 和平穩定 獨立自主 最後一句 願意跟巴西一起辦好中拉論壇 那麼再來呢 魯拉的誠意也真的是 滿點100分哦 他直接說了 無人可阻止中巴拉近關係 那問題來了 誰在阻止呢 好他說啊 中巴有很多重大的問題上 都有共同的利益 雙邊呢 都希望是多邊主義 跟國際的公平正義 所以呢 在G20金磚國家的框架內呢 希望在國際金融貨幣上 可以跟中國 彈出一個新高度 尚長君你怎麼看呢 這一次的魯拉訪華 其實相對的 我相信 這個美國也看在眼裡 因為 中美現在在搞外交戰場 打得滿兇的嘛 你想去跑到日本來開 是不是拉攏 東北亞的日韓 那跟美國 所謂反中反俄的集團 弄在一塊嘛 那中國大陸 難道不想做任何反制嘛 那何況 南美洲各個國家 經濟不是很好 而且 常年受美國的剝削跟壓制 所以 現在南美很多國家 第二個選總統 都是左派 對不對 左派的那 整個 南美洲的 氛圍啊 就不是很 傾向於美國了 那巴西又是一個 農產大國 它也有中國的 農產品的需求 牛肉了 大豆了 這都是中國的這個 農作物啊 跟這個 蓄產品的 缺乏了 所以這兩個 在經濟貿易上 有戶虛的這個效果 那政治上 那根本就產生一個戶補嘛 那我今天你挖我的腳 我就挖你的腳 所以 將來你看南美洲的 趨勢還會很明顯 阿根廷啦 巴西啦 很多國家 對不對 因為 在美國的後花園 根本 美國也不幫你發展 結果是靠賣毒品 搞 過日子 所以這個時候 巴西是這麼大一個國家 他當然需要發展 他自己的經貿 跟國際地位 那這個時候 全世界就兩個 兩個大頭可靠 你不靠美國 就是靠中國嘛 所以 巴西總統訪問中國 也是這個 外交作戰裡面 一個很明顯 選擇這個時間點 你日本要搞機器 大家都看得到 時間也宣布 那魯拉這個時候去 是不是一個 平衡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講 這是大家只看到軍演 看到這個武統 事實上 經濟作戰 科技作戰 跟這個外交作戰 打的是 滿天煙火了 對 就很 很可以觀察了 因為以前沒有一個老二 可以當領頭 領頭羊 現在好不容易出來 另外一個霸主 所以大家要選邊站 所以接下來這種選邊站的態勢 應該會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多 好 那另外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 在還沒有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傳出了有很多 接下來要簽訂的 中巴之間的一些協議 還有一些合作 人來了 錢真的就進來了 中國的訂單 就來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簽署了20架 有關巴西製造業的 巴西的飛機訂單 雖然說 只是先20架 你說跟那個空巴 波音這些買起來 這個算是 中國20架 小禮物 一個見面禮而已 再來呢 簽署了20項的合作協議 重點就是 接下來的 一帶一路 有沒有機會 在巴西 繼續發展呢 另外呢 魯拉也表明了 這一點我也覺得 也是為一帶一路來鋪路 現在呢 美國方方面面在圍堵華為 圍堵中國的5G發展 巴西直接呢 參訪了華為上海研究所 還試帶華為的數位 這應該是VR裝置吧 據說呢 受到了龐大的華府壓力 但是魯拉呢 說他不畏懼美國的壓力 他還是要去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5G的華為的訂單 會不會就這樣子 順水推舟的 就到巴西去呢 店長 我覺得他 現在巴西之所以對中國示好 完全是因為他的國家利益的需求 因為巴西目前 他所有的外貿啊 順差就是賺的錢啊 最多最多是從中國賺來的 去年是賺了490億美金 第二呢 連這490億都不到 是美國就折腰了一半 再往下 連50億大概100億都不到 都是很小的 所以中國是他 最大最大的一個賺錢的來源的地方 那中國本身就是做這個貿易 誰賺的他最多呢 如果不算台灣 澳大利亞 澳洲 澳洲賺了六百零幾億 那接下來都在這個500億以下 像第二高的就是巴西是490億 所以 從利益的角度出發 他當然要跟中國示好 第二個呢 除了這個利益以外 第二個就是安全 那巴西有沒有什麼安全需要 靠美國呢 沒有 其實從巴西你就可以知道 我們台灣 應該要去想一想 我們的利益最大的來源 是大陸 可是我們的安全 卻因為我們一再的抗中 使得我們的安全要仰仗美國 因此我們的政府必須百依百順 這兩個完全是矛盾的一個做法 吃中國的飯又要砸中國的鍋 所以就導致我們現在有很為難的部分 一方面好像我們的錢又要拿去買 要跟美國買這個軍售 那一方面我們又要跟中國大陸 又想保持一個默契 帥將軍 所以我就補充一下這個經濟作戰 大陸的優勢是什麼 剛剛講了巴西 澳洲 台灣 都從中國大陸賺了很多錢 大市場 這就是它經濟作戰的本錢 你知道南美洲 國家都比較窮困 那中國大陸就放話出來 就是將來在南美洲 蓋一條橫向的一個鐵路 你知道這個戰略意義有多大嗎 你想想 南美洲這些國家 從大西洋出口 跟到太平洋出口 運費就少了30塊美金 你農產品就是要佔很大的體積 很大的容量 火車運到太平洋這一端 跟中國大陸來往不是更快嗎 這個是很現實的一個大筆的聲音 第二個經濟作戰 你看它現在已經端倪了 中國大陸對台灣也講了 多年來我替你讓利多少多少項 對不對 現在我要重新檢討 這個重新檢討 那我們每年1700億的順差 將來就可能會受到威脅 今天只是給你開個頭 提醒一下 不過讓利的部分可能不讓 那再過來呢 關稅壁壘 再一開 那台灣怎麼辦呢 那就是台灣的窮台的那個戰爭開始 窮台的策略就從貿易關係 你想嘛 台灣一年少了1700億的income 對 那怎麼辦 缺口從哪來補 美國不跟我們買啊 美國還要賣你武器 你又要出去一大堆啊 所以這個經濟作戰 大家是看不到硝煙的 看不到火光的 但是做起來很狠的 對不對 那個因為美國以前是加大也有錢 現在美國的經濟在萎縮 所以你看中南美開個峰會 人家都愛來不來 南太平洋裡面開會 給個十幾個國家分 一個人分不到三千萬美金 這就看出來 它的實力上是有限制的嘛 你在支援烏克蘭又是一筆花費 通貨膨脹再加上自己的這個 債券的問題 這個聯準會的問題 就看出來就是說 它現在員外的能力已經差了 剛好就是中國大陸 你們都賺我的錢 我跟你要談什麼條件就比較好談 所以將來人民幣交易 這個跟台灣斷交 這都是它的一個有利的一個條件在那邊 所以我們除了看軍事上以外 經濟作戰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是軍事作戰 你說炮台沒打到我頭上 我還有僥倖的希望 但你全國都變窮的時候 你是一樣啊 一個都逃不掉 一個都逃不掉 就像你每天買單價錢就貴嘛 你逃不掉 我到現在我家冰箱都還沒有蛋 的確 我們現在多的是混蛋 不是 就如同將軍講的 現在我們說這個軍演 你看到火炮 煙燒味 你覺得很緊張 但是有一種無聲無息的 已經來到你面前了 甚至你受重傷 你可能都還不自覺 經濟戰 那麼現在呢 巴西來了 以前我們這樣看 覺得大國外交 但實際上呢 剛剛將軍也說了 大國外交經濟戰略綁在一塊 中巴呢 在見面之後 馬上談妥了 發表了聯合聲明 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那麼再來呢 就是魯拉最近也一直在推的 就是呢 他常常說 我每天到晚上都會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所有國家都要用 美元結算呢 為什麼不能用人民幣 或是其他貨幣 成為國際結算的貨幣呢 我知道大家都習慣了用美元啦 但是21世紀的我們 可以做不同的事 魯拉呢 去美元化 從今年的1月他提出來 先從他隔壁阿根廷開始 他說 我們可以推共同貨幣啊 叫做蘇爾 我們降低對美元的依賴 為什麼你跟我買東西 我們要用一個 這麼遙遠國家的貨幣 為什麼不能我們自己 自己喬就好了呢 好 再來 那首次的人民幣 跨境結算也成立囉 好 這是中國的商業銀行 巴西的公司 他宣佈呢 第一筆跨境人民幣的結算業務 哇 這是2023年2月21號 已結算的 他說授權啊 擔任巴西人民幣清算以來 雙方首次人民幣的跨境結算 再加上魯拉這一團呢 來了多少人 300多人啊 裡面是誰呢 我們看到歐洲帶來的團 就是議員啦 或者是一些企業老闆 直接呢 魯拉把他的所有的部長都帶來了 外交部長啦 財政部長啦 零零種種的 專家都來了 為什麼 因為跟中國大陸還記得嗎 在哪裡呢 來 在這邊 有好多的合作協議 很多的生意要談啊 要製造個雙方的雙贏啊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這一次的魯拉訪華 中國大陸跟巴西啊 有很多天然這個條件是要合作的 因為巴西有很多的天然的資源啊 這個對中國大陸是非常理想的 那中國大陸有很多的建設啊 以及豐沛的資金啊 可以支持啊 巴西進一步經濟發展 我來舉一個例子 中國大陸很缺一像什麼東西啊 紫漿 所以中國大陸一家講究紫漿的循環 現在表面上說 我們是可以進入這個無紫的社會 可是好像還遠的很 中國大陸的紫漿的消費很大 所以因此啊 巴西是一個可以提供中國大陸 很龐大紫漿的地方 以前都過度仰賴什麼加拿大啦 等等 那這個可能 因為加拿大的關係比較複雜 也不是辦法 那這一次 魯拉到了上海 有地站有參觀一個 大家比較不熟悉的一家創新中心 他名字取得很特殊啊 叫做蘇贊安諾 其實那是個巴西的牧江廠 牧江宮 他自己在親自看是 我巴西很大的企業到上海來設據點 那我第一次來 我第一站都去看一下 什麼叫蘇贊安諾 就是安樹的安 木字頭一個平安的安 安樹是什麼 我們大概可能搞不太清楚 就是尤加利素 就是很容易做紙漿的東西 那表示說中國也要準備 對於巴西的那些木江事業 下大訂單 是 那這個第二個啦 我們知道有很多天然的合作的機會 比如說他第二站就去看華為 當然有點故意在戳拜登 很明顯在故意 叫我不要去我偏要去 可是很多人可能不曉得 他現在是第二次當總統 他第一次當總統 做了一件事情 中國要記住這個事 他幹了一件事情就是 下令所有的外國企業 都不可以投標 這個巴西的這個 4G啊的什麼這個 通訊設備 全部不准 那美國人就傻眼啊 只有巴西的國營失業 或者是巴西的民營企業 可以投資 他們要自己發展 對他們自己發展 那當然不可能嘛 然後第二道命令更經典 然後 得標的廠商裡面 要用哪一國的產品 你們自己決定 哦 懂了 這些廠商弄都去買華為的產品 所以華為在那邊 事實上已經經營二十幾年了 而且有設了一個 相關的工廠 那美國人就傻眼啊 他本來以為說華為要去搶標 結果華為沒有辦法 沒有投標資格 美國也沒有投標資格 結果拐了一手 是華為去接了這個訂單 所以你就知道 這個人政治腦筋 是有一點 不是沒有 所以參觀華為 就是在刺激拜登 第三站他去哪裡 他去比亞迪 他就比亞迪 他應該去啊 電動車 其實不是 你知道嗎 電池 因為福特汽車廠 跟GM通風汽車廠 在巴西都曾經幹了一些 一些欺負人家的事 那後來因為巴西經濟不好了以後 很多工廠就乾脆就關了 他直接從美國出口 那巴西就受不了 你來自我這邊設廠就好 你幹嘛還要從美國直接出口 把我這個在地的工廠關掉 只是當維修廠而已 好 然後呢 他找誰去幹那件事 他找比亞迪去收購福特的舊工廠 你轉了一手 美國人就設了一個陷阱 讓巴西跳 你去把這個陷阱給堵起來 然後第三個更經典 什麼經典 這個中國也出手了 這個巴西航空工業公司 他們兩位都知道 很早就發展了 但是他的主要的是說 50人到80人做了那種 中小型的動機 剛好大陸有產生產 對 對 而且做得還不差 做得還不差 然後就流腦了波音 波音就是想東想西 有點像那種打壓 我們當時的那個 宏達電一樣的 很多的有達的手法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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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巴西航空公司就沒訂單了 沒訂單了 就要資遣工人不是資 要把股票跌到股底 波音就說 那好 我收購這個公司 現在從本來那前任的總統 談得差不多了 要把他賣給波音公司 就把魯拉上任 擋住了 不只擋住了以後 不賣了 他們也沒有說不賣 也沒有說要賣 他厲害就跑到中國 那中國說 好好 我給你20架的訂單 那個廠已經要生下20架 坦白講今年就滿載了 因為該吃起來 之前差不多 那現在他不是在 給美國人穿小鞋嗎 什麼意思啊 所以這是一個 象徵性的訂單 他手上20這個訂單 還沒有講明年有多少訂單 那請問你 你波音收購的時候 價錢多少 你自己開價 這一下子 我看波音公司就懵了 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他幾乎 每一站的規劃 都有他很深遠的意義 不是像那個 一般去參觀一個工場 那麼簡單 所以意思就是說 美國人看得辦啊 我後面有找了新的幫手 要打架就來一場吧 這個其實 蔡委員分析的非常非常的詳細 美國就是這樣子 看到當前的利益 他就開始呢 譬如說最近 他開始又到拉丁美洲去 或者到非洲去 然後去了就是這個 10億啦 給一點點錢 但是呢 巴西這一趟來 告訴美國 你看看我的市場在哪裡 我告訴你啦 你之前沒有看到的啦 這些我全部都可以 未來都會變成錢 所以也是說 魯拉真的很厲害 治國奇才 難怪二度當選 那麼另外呢 在美元的部分 這當然也是衝著美國來的啊 美國現在就很擔心 他的這個美元霸權 還真的被大家一一破解 巴西呢 再來一刀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啊 魯拉呢 在這個 Twitter上發布一個消息啊 巴西回來了 巴西什麼回來了呢 中國是巴西第一大的貿易夥伴哦 各位在2009年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就已經超越美國 他早就已經成為 巴西的最大貿易夥伴了 巴西是中國在拉美 最大投資接受的 比如說像是 高壓的輸電線路 還有石油 那中國大陸進口什麼呢 原本是大豆跟礦石 出口了將近607億美元 但是剛才蔡文雲也提到 接下來還有很多生意可以做 飛機啊 這個航空業啊 另外還有木漿啊 紙業啊 巴西大拔大拔的資源 找到一個大市場了 通通都可以賣過去 接下來還有交通建設呢 孫上軍你怎麼看這一次 你要知道 大豆是中國最缺乏的 是 人吃的 養豬 養牛要吃的 而且 中國大陸的 東北的大豆 早在被美國孟山都的 這個基因工程裡面 把你打垮 所以它每年要 要進口很多大豆 這個是中國大陸 一日不可或缺的東西 第二個現在 既然有這麼龐大的市場 有這麼大的金融來往 人民幣的交換 跟這個古巴的貨幣交換 就有基礎了 因為市場大嘛 經營量大 金額大嘛 你小的就沒辦法 所以 飛機也開了 汽車工廠也開了 你知道 中國大陸的電動汽車 是最便宜的 效果也最好的 電池也很好 續航力也長 充電又快 所以魯拉這一座 對古巴來講 是很大的利益 對中國大陸 除了增加貿易以外 在南美洲挖角的角色 也彰顯出來了 有樣學樣嘛 你看其他的國家 你有什麼條件 你來跟我談嘛 那麼 中國大陸還有一個很聰明 他不是拿鈔票去給你換 我用基建嘛 我生產的鋼材有限 我的做工程的這個技術 已經這麼多年累積下來了 第三個 做這些領導班子 跟實施的班子 都很成熟嘛 所以我不必付你錢 我只要替你做一條水壩 做一個公路 做個發電站 火力站 核能電廠 它都有這個輸出的能力嘛 而且這個品質還不壞 價錢還便宜 勞工就靠這一套 打拼很多國家 因為以前 美國還是跟我們以前一樣 台灣一樣 送兩個銀子給人家 這個錢給人家 給的也不夠 貪官污吏分掉了 老百姓沒有感受了 一個政治人物 他做的東西 讓老百姓有感受嘛 你魯拉如果把基建搞起來了 貿易搞起來了 老百姓會有感覺的嘛 他還可以再連任嘛 這個政黨還可以持續 往中國大陸靠攏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經濟作戰有短線的 更有長線的 所以剛剛 蔡委員講了幾個很巧妙的事情 把人家的廠收購過來 你生意做不下去 那我現成的廠房就端過來了嘛 所以 他本來故意要搞的 因為想要被抄底 這個政治人物操作兩下 對 所以這個 以前我們一般看報 我都對古巴來訪 巴西去訪的時候 沒有什麼了解嘛 現在你一挖出來一看 哎呦 對大國外交 那中國大陸也占了便宜 各取所需 我要政治上的效應 巴西我要經濟上的實力 這邊一拍即合 一拍即合就造成一個聲勢 因為就Win-Win 就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那巴西等於是 這個敲門磚現在還真的是敲開了 接下來南美洲下一個國家 會不會是阿根廷呢 之前阿根廷其實有提到 有考慮要買中國大陸的 蕭龍戰機 那時候美國就開始罵得要死 說你如果買了 你就是在跟魔鬼做生意 但是巴西已經來了 做了多少生意啊 其他的國家 難道不會看在眼裡嗎 歐洲各國不會看在眼裡嗎 艦長你怎麼看呢 現在德國外交部長 貝爾伯克訪華 見了秦剛 在台灣議題上 秦剛直接來給他一個下馬威 中國的領土一寸都不能少 再來跟歐洲 你要跟我談嘛 好經貿合作是中德關係的壓倉石啊 我要跟你做的 你是我的夥伴 你不要把我當成敵人啊 德國外交部長見了秦剛 他提到說台海 提到說要和平解決 提到歐洲不能單方面的武力改變現狀 艦長 其實現在全世界 我相信他們真的都很關心台海的和平穩定 這個原因不是因為關心台灣 而是關心他們自己 因為你想想看 俄乌戰爭打到現在 對全球的影響有多大 那是俄乌戰爭 那俄乌戰爭這兩個國家加起來的GDP啊 原小於中國加上台灣的GDP 中國加上台灣的GDP是俄乌的8.6倍 所以你要知道如果這兩個地方打起來的話 單單是經濟的影響對全世界造成多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說你們不要打起來 它的關鍵點是希望都不要把這個世界的經濟 你給它搞混亂 那最近也有一些人在講說 全球貨運有一半經過台灣海峽 這句話基本上是不對的 為什麼呢 有一半是經過台灣海峽 難道說它也打起來你就不能走了嗎 完全兩回事 我們首先看如果台灣未來被收回去了 就台灣大陸是一個國家 你要知道它距離還是很遠的 它中間一樣有公海 所以航行絕不是問題 那如果在戰爭期間也不可能打很久嘛 這兩岸實力都這麼強 如果真的在戰爭期間 海峽暫時你不會走 我讓你走你也不敢走 因為那個什麼來火隊 那你就會繞東邊啊 台灣的東邊是很安全的 那你就稍微繞遠一點路 還要看你從哪到哪 好比說你從香港到韓國 可能繞路很遠 但是大部分的不是這兩個貼著裡面走的 所以不管台海怎麼樣對這個航路 都沒有人會去把它封鎖掉 那會有些影響 其實大家真正關心的是 希望你們不要打 因為你們兩個打起來的 對全世界經濟影響很大 更別說如果美國想要介入的話 我覺得如果美國介入會是我們人類 大概有史以來最慘烈的一場戰爭 所以每個國家都希望 拜託拜託你們不要打 所以他們非常關心台海的 和平穩定 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 關心他們自己的國家 沒錯那接下來呢 秦剛其實還有在最近 也見了一個阿富汗的外交部長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呢就直接講 美軍佔理阿富汗20年 衝突動亂就有20年 美方不能對阿富汗人民的困苦做事不理 雖然他講的是阿富汗 但是我在講接下來 你就會有一點聯想了 最近美國國防部的前印太安全事務的 助理部長薛瑞福 他就說中國如果攻台 美國有四大理由保衛台灣 講的是頭頭是道 台灣關係法等等 四大理由保衛台灣 但是剛才回到秦剛 他也說了 美國佔領阿富汗的這20年 美國來幫他們忙的這20年 是衝突跟動亂就有20年 所以美國真的能夠帶來和平嗎 蔡委員你怎麼看呢 最近美國一直釋放消息 好像台灣有事美國真的會來 美國在最近這幾十年 在什麼地方製造和平 我都想了老爸今天想不起來 你可以幫我回憶一下好不好 底拉克 敘利亞 委內瑞拉 那個沒有一個和平是他弄出來的 連那海地的和平他都弄不了 根本不要講別人 我說實在是搞不清楚 美國這些人在幹什麼 難怪那個米爾斯海默會痛批說 華府都一群瘋子 這毫無意外 再來提到了台海問題 也是有點複雜 因為美國明的敢不敢做不知道 但按的絕對不會松鎖的 就美國來講 那薛瑞虎講的這些話 我們聽聽就好 因為從來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那好吧 即使你要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 我們就問幾個問題 好 你美國認為你有理由 他舉四大理由 有理由武力介入台海問題 那條件當然是因為台海爆發戰爭 好 那你有四個理由 那好 那接下來 你有沒有強大的準備 先講清楚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準備 你來 那到底是 誰會受損很嚴重 好 就算是中美 雙方面的軍隊都可能受損很嚴重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那誰能夠承擔比較大的損失 先講清楚嘛 就是說你美軍來準備死多少人嘛 你先付得主席這個代價你再來 如果付不給代價你也不敢來 所以這個東西不要拿來騙台灣老百姓 說哎呀 沒關係 台灣死一個人 我美軍死一個人 如果這樣這個生意可以做啊 你敢不敢 那如果不敢的話 那就對不起請便 您就省省吧 還有那個美國還有一個參議員 叫Graham 就是前人生來台灣賣那個波音 然後幾架的飛機那位參議員 放言高論 他要用核彈鎖定中國 我要問他們兩位 將軍什麼叫核彈鎖定中國 我不太清楚怎麼一個鎖定法 那要用核彈你不要忘記 現在中俄兩方已經成為全世界 最大的核武集團 你怎麼辦 你有本事嗎 那沒有本事講這個話 對事情沒有幫助 照道理來講就是說 你美國已經不是一個和平的地照者 那你何妨 你何妨就做一次給人類的歷史看看 你就想辦法把兩岸錯合 對不對 那兩岸錯合的話 诺貝爾和平獎一定是你拜登的 那如果你要去搞兩岸去發生戰爭 然後再說來 我有本事要來打這場戰爭 最後你又不敢來 哎呀我只能學柯文哲抓抓鼻子抓抓頭 你在欺負人嗎 跟烏克蘭什麼兩樣 先騙烏克蘭說 哎呀你弄俄羅斯沒關係 你可以參加北約 參加北約是你的權利 我們北約沒有 不會去拒絕任何人申請參加了 等到現在真的打起來以後 他又不准他參加了 他說你正在戰爭 所以不可以參加北約 你是在說什麼 所以我說美國這些決策者 真的實在是太糟糕了 一點信用都沒有